今天十日上午,第二季恒大杯国际足球冠军赛,周前仪式在广州举行,从8月19日开始,来自四大洲十九家豪门俱乐部的24支梯队,将齐聚中国广东和西班牙马得理,出击这项中国最高水平的国际足球冠军赛。 据悉,赛事由中国中协指导,恒大集团主罢,广州市足球协会,恒大体育赛事有限公司称罢,参赛球队来自于世界前100强,甚至50强俱乐部的梯队。 恒大国际足球冠军赛中暴升级记者了解道,第二季恒大杯赛进一步扩大了参赛规模,从首届只设U17年龄组赛事增加到U17、U16、U15三个年龄组,参赛队伍数量也从8支增加到24支。 每支参赛队都将踢无常比赛,球员得到最大限度锻炼,赛程设置科学合理。 中国赛区的U17年龄组比赛将于8月19日,在广东清远的恒大足强国际比赛常打响。 海外赛区的U15和U16年龄组比赛将于8月21日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西班牙国家队训练基地名上。 今年4月,恒大在中国广州和深圳两地,同时举办了首届恒大U17国际足球冠军赛,填抚了中国足球该年龄段高水平国际赛事的空办。 4大招青年轻美军激战中国赛区出战恒大国际冠军赛,有17赛事的6支国际球队,军获得过州际军获冠军,包括巴西弗拉门戈与帕尔梅拉斯,西班牙比利亚雷亚尔,乌克兰基伏比纳姆,乌拉规佩,纳罗尔,澳大利亚西西尼流浪,两支中国参赛球队,分别是广州恒大和湖北族鞋队, 弗拉门戈作为巴西球迷数量第一的俱乐部,新进培养的小内玛尔贝尼修斯一家门黄马,帕尔梅拉斯在巴西国内获得过最多锦标,基伏迪纳摩拼和弹头舍斧琴科成为清血王牌,比利亚雷亚尔也曾输出卡索拉,阿森或等西班牙国角,19日下午4点,广州恒大和西西尼流浪,率先打赏揭幕战, 8月28日晚上7点半,广亚军决赛将在广州乐秀山体育场举行,欧洲顶级清血队渣队海外赛区U15-U16年零组赛事,在恒大足校西班牙分校所在地马德里举行,恒大足校西班牙分校于2014年10月创办, 是由选中国足球好苗子,赴海外深造的高水平清血基地,此次赛事,是恒大足校西班牙分校U15-U16梯队的一次大考,一检检清血成果, 据悉,比赛场地选定在西班牙国家队训练基地,举办过多次国际大型赛事,主上为西甲连赛职业裁判,由世界名帅,国际清血名将,组成的教练员团队将现场观摩指导, 让恒大杯冠军赛,与国际一流赛事无缝接轨,参赛球队中,14支欧洲清血队军来自获得洲际冠军,获欧洲五大联赛冠军的世界一百强俱乐部,其,众十一支队伍更是位列欧洲前30强, 比如世界排名第八位的马德里竞技队,曾获得10次基战冠军,10次国王,杯冠军,三次欧联杯及两次欧洲超级杯冠军, 世界排名第十位的法国里昂队,是五大联赛中守之七联冠球队,世界排名19位的国际米兰,是唯一一支南国五冠王欧冠,一甲,意大利杯,意大利超级杯和四聚杯的一甲球队, 波尔图队是普超级五把,夺得两次欧冠,两次欧联杯冠军,14支欧洲参赛队,代表了世界青少年足球一流水平, 让赛事更具断练价值 21日揭幕战,恒大足校幽16小将,迎战已清晰闻名的德国霍芬海母队,恒大驻推中国足球, 今世加速人才培养少年强和中国足球强,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, 中国足协党委书记杜招台今年初指出,全面深化足球清新体系、改革,要坚持举国体制和市场机制相结合,坚持挺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, 为占星中国足球高时人才基础,恒大国际足球冠军赛的举办,是贯策请进来的措施,也是对走出去政策的落实, 今年4月,收进恒大拥要切国际足球冠军赛成功举行,以社会力量促进了中国足球情绪发展,填补了高水平国际赛事的空大, 在业内赢得好评,国内情绪专家认为,恒大国际冠军赛将成为提升中国足球,情绪水平的强力助推起, 前国足主帅朱广乎也评价着,这样高质量的比赛,这样的锻炼,可以让孩子们提高更快, 有分析人士认为,随着恒大国际足球冠军赛的常年举办,这项赛事, 将在世界青少年足球赛事的版图中占据重要地位, 赴横道杯国际足球冠军赛抽签分数结果, U15年零组,U16年零组,U17年零组。